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台湾网络讲堂 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东战争对未来网络冲突的意涵 那么战争开打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 也让全球看到当前的战争形态 除了传统的军事武力攻击之外 还结合了各种的网络攻击 例如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瘫痪系统的破坏式攻击 还有窃取勤资的入侵渗透攻击 以及假讯息假影片的资讯站等等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乌克兰除了透过网络 在全球启动舆论战之外 也号召全球的数位人才组成IT大军 或者是我们称为网络义友军 来协助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 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三位专家 专题演讲和您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 那么这三位专家分别是 台湾微软公司的杨先民法务协理 以及IORG 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的 邮志浩共同主持人 以及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杨长荣博士 那么稍后呢我们就进行专题演讲 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请教专家们 可以在演讲最后 就是我们线上的来宾可以在演讲最后的QA时间来提问 那么透过系统的棘手功能 我们会请您开启麦克风来提问 那么当然现场的来宾也可以透过现场的麦克风来提问 那么线上的朋友还可以随时把问题打在聊天区 那么我们最后呢也会请专家们为大家来解惑 好 那我们首先呢 就邀请台湾微软公司的杨先民协理 来主讲当战争下的网路害情样貌与经验学习 那杨协理他主要负责微软的资安政策推动 以及和台湾执法单位共同抵御攻击微软平台的 我们犯罪案件等等的事物 那么在加入微软之前呢 身为法学博士的杨协理 还曾经任教于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 此外呢 他还曾经在美国纽约担任律师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杨协理 好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那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啊 我们最近我们公司在六月份的时候 出了一个这个报告 那专门就是在探讨 就是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后 大家得到的一些经验学习是什么 然后我们观察到的事情是什么 那其实今天呢 我本来是很希望可以邀请我们美国微软的同事 来直接跟大家介绍这个报告的内容 但是很可惜因为我们这个会议的时间 刚好是在他们华盛顿那边是凌晨两点的时间 所以请他们来实际跟我们讲是有点为难人家了 所以很高兴他们是很愿意用一个预录的方式 所以等一下我也会把他们预录好 他们报告的 他们想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内容 用他们预录的这个video来share给大家 那我今天呢 其实想说我也会很稍微先介绍一下 就是目前我们这个报告大概的内容 那再来转给我们美国这个video的同事 好 那其实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开打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公司内部就开打实际开打之前 我们就已经有看到很多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攻击 好 那我们也按照了我们自己公司的一个政策 就是这个nation state notification 那他这个主要就是说身为微软 我们因为看得到很多这种 以政府为这个支援的这种 骇客攻击的组织 那甚至是很多国家本身的这个骇客团体 我们看得到这些相关的病毒资料 那所以在我们自己的这个 跟客户的协防 就是来帮助客户保护他们内部环境的这个协议上呢 就就是通常我们如果在内部看到了 有这样子的这个国家级的这样子的病毒 在做攻击我们客户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通知我们这位客户 那乌克兰政府当然也是我们微软的客户 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跟乌克兰政府来做了很多的通知 那我们这个6月份出的报告的看到的很多东西呢 其实也是只有我们微软有看到的东西 但是绝对不是全部的资料 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 全部整个客户的环境 那网络攻击哦 其实在这个俄罗斯即将要入侵的时候啊 我们看到其实他至少有6个组织 他们都是被我们公司内部认定 是国家级的駭客组织 那他们都是跟俄罗斯有些相关的关联 或是关系 那他们总共就是发动了大概237次的攻击 然后规模会越来越大 那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 他们要攻击一个地方之前 他们会先从这个网络的攻击开始 那他们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有经过这个政治的一些协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停止这个攻击 但是协商一破裂 攻击就会马上又会开始 那所以我们也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pattern 在这边我们有一个时间线啊 那等一下我美国同事那边也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所以看来现在这个hybrid war 就是这个复合式的战争啊 目前的这个状态都会是先有一个网络攻击 他们先把一些恶意的这个病毒放到这个环境里面去 那有很多不同的目的 有的时候是要进去偷看 目前内部的状况是什么 那那这一次我们看到比较多是这个wiper的一种病毒 就是他们想要把里面所有的资料都wipe掉 就是删除掉 所以他们一定都会是先预先的来进入这个组织单位里面 然后呢得到他们需要的讯息之后 他们就会来做实体的这个攻击 所以目前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一次报告里面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作战方式 那俄罗斯这次对乌克兰他们的攻击呢 大概是大多是以政府以及这个关键基础设施为这个攻击的对象 那当然还有就是假讯息的散布 那他们就是也要控制这个一些媒体单位等等 那我接下来就会再来分享一下我最后一页 稍等一下哦 那其实刚刚听完两位专家的这个介绍 我刚刚其实忘了介绍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其实就是在我们微软出这一份乌克兰特别报告 这一份报告的这个这一份report 那刚刚那个Fanta它是主要的笔者 就是这份报告是由三个组织 三个单位在我们公司里三个单位写出来的 然后它是其中一个单位的其中一个笔者这样 所以能邀请到大家来亲自跟我们讲 当时他们看到的资料 然后怎么写出这份报告 也是非常的难得 那Judy Judy恩是 她是负责我们亚洲区的整个自然的报告的这个 比较专注在国家级的攻击的这个资讯的部分 所以她也是很高兴有她来帮我们介绍 那其实听完刚刚整个就是内容 我觉得我们这边很想要再提醒大家 就是从这个乌克乌尔战争的学习到东西到底是什么 就是有这四点 那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发现网络攻击跟实体攻击 现在他们都会是同步的在进行 所以现在已经不像以前的战争 是只有实体的战争 现在的战争都是有网络攻击在搭配着 那像刚刚Fanta介绍的 就是现在的层面非常的多 他们不只要攻击的是政府 他们还要攻击关键基础设施 他们要攻击媒体单位 他们要攻击甚至是logistics 就是刚刚送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民的这个资源到底从哪里来 他们也要掌握 所以就是现在的战争已经变成了很多元性 而且他们不只攻击就是乌克兰 他们也攻击了乌克兰的同盟国 就是刚刚地图上看到的 其他的NATO的北约的这些成员 还有跟乌克兰比较友好的成员 通通都被攻击 那他们的目标也就是希望 能够从这个网络战争这边 也可以开始下手来夺取对他们的努力的部分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部分 一定是政府跟产业要来携手合作 那这件事情其实微软也是从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一直的提倡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资安做好 请资大家一定是要能够互相的交换 那我这边其实也有把美国微软的这些资料 就是这些请子都有来跟台湾政府这边来做合作 那主要是能够希望能够建立起这个信任的关系 就像刚刚朱迪在最后这边讲的 就是其实不应该是等到事情发生了 大家才开始来谈怎么做这件事情 而是应该是在现在这个还是和平的时候 大家不管是政府或者是产业 或者是任何研究单位 如果说有这个亲资能够互相的来做分享 就是才是一个最好的这个保护自己的方法 那另外一个learning 在这一次的乌克兰的战争中 就是我们公司协助了乌克兰把他们就是政府的一百多个系统 全部搬上到了云端 也就是以前乌克兰政府他们也是很多的资料都是储存在地端 其实全世界的很多政府都是这么做的 不过在这一次的这个网络攻击当中 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很多资料给删掉 导致于他们的很多这个系统是不能够运作的 那为了要能够持续的来运作他们的整个政府的这个 尤其是跟民间相关的这些系统 他们就赶紧的跟美国的微软来合作 然后帮他们把资料通通搬到云端上面去 搬到乌克兰国家之外 不会受到这个尸体上炸弹都炸掉 这样子的一个威胁 所以其实要保持这个数位上面的灵活度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怎么样保证你的资料在战争当中 不会不见或是不会因为没有办法使用 等等 那最后当然就是全球的多方关系人的相互的合作 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不只是政府跟产业之间的合作 而是像刚刚看到的 很多的这个攻击是不只针对乌克兰 而是针对乌克兰旁边的同盟国 就是各个国家之间要怎么样来合作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题 所以我们今天 我就跟我美国同事这边 我们就是先介绍到这边 那我在这里又整理了一个就是阅读清单 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报告里面有非常多的资料 也没有办法在这个40分钟内来跟 介绍所有的内容 所以我也是非常鼓励大家如果说有时间可以来 你去看 其实我们是4月份也出了一份报告 就是early lessons 那后来也是再出了另外一份报告 所以4月份6月份更有一份报告 然后之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的部落格上 也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各位有兴趣都可以来参考 好 那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边 那时间上有一点点只剩下一两分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我们是不是最后就是大家三场演 整体演讲都进行完毕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QA的部分 好那我们非常谢谢杨协理和他的同事们 带来非常精彩的这个微软网路战争报告 为大家剖析俄罗斯所采取的这个网路攻击策略 还有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的经验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邀请的是IORG 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的游之后 共同主持人为大家介绍 半屋冲突中被武器化的社群媒体 那么之后除了是所有媒体的艺术硕士之外 他还擅长软体系统的设计开发 还有资讯设计 同时他也是G0V台湾临时政府 国际交流社群工作小组的共同发起人 好那么时间就交给之后 好谢谢那个今天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这个声音还有影像 对大家那个品质都还OK 那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我的简报有一个公开的连结 我把它丢在旁边的那个chatbox 大家可以自由的 应该是可以自由的观看 好那我就先开始咯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跟主办单位 稍微稍微不一样 二屋战争下的社交媒体武器化 那我是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 IORG的知号 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 IORG是主要是做两件事情 资料科学 对于针对台湾的资讯环境 做资料科学的研究 以及做资讯判读教育的相关工作 那针对俄乌战争这一次的持续的事件呢 我们在三月初的时候 就是战争刚爆发的 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 我们就出了 密集出了两份台湾资讯环境 这边相关的观察报告 那后续我们也跟台湾的 独立媒体报导者合作 提供他们 台湾资讯环境相关的资料 以及分析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报告呢 后来也经过乌克兰朋友的帮忙 把报告翻成乌克兰文 等于说我们希望让乌克兰人知道说 在华语的这个资讯环境里面 都有哪些有问题的资讯在传播 可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 国家的形象 还有战争的状况造成影响 好 那今天既然主办会希望我讲武器话 那就要讲 需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认为什么是武器 社交媒体可以怎么样被当成武器 那这些武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最后我们当然一定要讲一下解放是怎么样 好 对IORG来说 这个武器 社交媒体怎么可以变成武器呢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出现的各式各样的资讯操弄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那我们认为资讯操弄呢 在至少在这个恶物战争的这个框架之下 可以分成四个层面来看 资讯操弄的形式 它的内容 行为 以及这个它影响整个资讯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好 首先先看形式 这个是IORG从过去的 很多个研究的案例来归纳出来的三种形式 分别是来源操弄 内容的操弄 以及推论的操弄 那来源的操弄很常 很常发生的 譬如说讲话没有提供资料来源 或者这个资料来源不具有相关的专业背景 甚至是假的来源 比如说IORG去年12月的时候 前年12月的时候就有发现到 这个台湾的资深媒体人陈文茜 他的Facebook粉专呢 这个假造了一些资讯的来源 把来自中国官媒 把来自中共官媒资讯假造成这个 来自美国的媒体等等 像这样子的有问题的资讯 我们把它叫做来源的操弄 那第二个就是内容的操弄啊 那大家最熟悉的假讯息 就是分在这一类 就是它的内容包含的不真实的资讯 那另外一个很常见的也是 我们叫做变造内容的这类 这类的形式 比如说以花接木啊 这次俄乌战争就发生了 蛮多像这样的例子 就明明不是这个 比如说明明不是俄 明明不是乌克兰军队 这个发射的飞弹 或是炮击 他就硬是说是乌克兰军队发射的这样子 那或者是在台湾也蛮常见 一直会看到这种外语一篇压字幕来这个曲解他本来的原意的这样的资讯 那这个 好没有 这个从 这个从很早以前就出现 比如说2020年 这个COVID-19刚爆发的时候 就有朝日电视的这个新闻报导 遭到这个扭曲压了错误的字幕 那在台湾的高端疫苗这个开发的期间呢 有CNN的这个影片呢 被压了字幕说这个高端的生产 呃 地方像是家庭工厂 那最近的话呢 是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面呢 呃 发了一个影片 他把美国卡特总统的在1980年代的这个演讲 呃70年代的演讲 压上了这个美国总统承认 世界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样错误的字幕这样 那在俄乌战争期间也看到 Defake这个生甲这个技术的 哦 嗯好 其实也没关系啊 都是公开的 谢谢那个讲 谢谢这个参加者的提醒 这个我不太熟悉WebEx 不好意思 哈哈 好没关系 呃生甲这件事情就是呃 我们有看到 说呃 不是我们就是这个 呃 网路上各式各样的这个事实查核的组织有看到 呃 假造这个乌克兰总统哲文斯基说乌克兰会投降的这样一个生甲影片 呃 像这样子的这个错误内容或变造内容都是属于呃 内容的操弄的部分 那最后就是逻辑呃 逻辑的问题 推推论的嘲弄 呃不管是推论的时候 呃不足证据啊 或是他逻辑上有错误啊 甚至是他 呃 讨论可能最热烈的阴谋论 呃都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上面的呃 呃资讯操弄的这个形式 呃 在这个最近独立媒体报导者出的这本书 呃乌克兰的呃不可能战争 乌克兰的不可能战争 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有中国的记者 分享说在在中国这边在中国那边这个 这个 在网路上面讲国际情势啊 国际政治上面往往都是用一种叫呃 三国演义式的这种呃 呃阴谋论那里面都是全谋这个政治的角力等等 那这个记者是说中国人 还蛮喜欢这样子的说法 那这样子的这种相似 呃类似的论述 其实在台湾有看 呃在台湾也不 不少见 就是说这个 台湾的政府可能跟美国的公司怎么样勾结啊 那其中只有什么样的利益纠葛啊等等 像这种宣称真相 或是说这个新闻都没有报导这种的阴谋论 不管是COVID-19或是 呃 各式各样重大的国际试炼 我都可以看到像这样子 呃形式上面呃 逻辑上面问题的这样的咨询操弄论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 呃内容上面 从内容上面来看呢 我们从这个今年的 呃二月战争爆发一直到现在 呃IORG整理了 呃在三月收集就整理过一次 那近期再整理一次 大概可以 我们认为大家可以把论述内容分成这几类 呃美化侵略者 人民要和平 没有战争 打击士气 呃 侵略的正当化 以及这个分分化民族伙伴之间的国家之间的支持 那第一个美化侵略者就是很很容易很容易发发现 比如说在不管是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 或是其他国家社交媒体都会看到呃 比如说这个普丁俄国总统普丁这个清明啊温柔的形象 或是之前这个中国官媒叫习近平去叫习大大这样子企图营造 可能对不管是侵略者或是有意侵略他国的这些威权的领导人 他们的这个美好的形象 呃人民要和平我们有看到这个 呃俄罗斯提供呃乌克兰所谓的安全保证嘛 那在台湾的这个对应可能是呃中国 呃常常提到的这个和平协议或是在台湾呃特定政治人物或政党常提到的和平协议 呃再来就是没有战争没有战争这个我们认为可以分成这个三三类一个是 这不是战争就是比如说像是这个俄罗斯称 宣称这一次入侵乌克兰是特别军事行动啊或者是自卫的行为这样 那如果对应到中国对这个台湾的相关的言论的话就说这个比如说前阵子 大家很关心的这个金门的无人机事件那中国的外交部就说这个是 中国的无人机到中国领土上飞一飞这个没什么不值得大惊小怪 那第二类是指示演习就是说在战争初期可能空袭领报指示演习这样的假讯息 而在乌克兰发生 那这个对应到在台湾的话可能就是攻击老台是正常而且例行的演习 像这样子这个这样子的错误讯息 那再来就是自导自演那自导自演这个在俄乌战争期间也常常发生 就是这个俄国的指控这个乌克兰军队自导自演自己攻击自己的人 然后来抹黑俄军这样子的论述都是属于没有战争这样的论述 然后打击士气 当然就是这个宣称说乌克兰不可能赢啊 或者说这个中国如果一旦出兵的话 台湾国军根本没有机会这样子 宣称军队没有力抵抗外武的这样子的论述 属于打击士气的一部分 第二个是政府背叛人民 比如说这个德伦斯基要逃跑啊这样的假讯息 或是在这个在COVID-19初期就听过这个蔡英文要逃跑 蔡英文总统要逃跑这样子的讯息 抹黑民间的这个组织还有动员这个在乌克兰 这个战争俄乌战争期间有看到在乌克兰出现 在盟友背弃 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好美国不会帮乌克兰这样子的这个抛 或是说美国不会帮美国不会帮台湾 没有盟友这样子这样子的论述都属于打击士气的一部分 第四类的话是侵略伸当化 就说先说这个被侵略国其实不是国家 在乌克兰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乌克兰是俄国一部分 乌克兰他俄国的关系就像是前夫前妻 无二一家人啊 或是说这个乌克兰其实是受到西方控制的傀儡 那在台湾我们就看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两岸一家亲 台湾是美国的棋子等等这样子 这个宣称乌克兰还有台湾这种被侵略的国家 不是国家这样子的论述 再来就是被侵略国家其实是邪恶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控 比如说指控乌克兰是纳粹啊 乌克兰是恐怖分子啊 乌克兰在对境内的俄国人做去恶化啊 或是乌克兰内部有这个生物实验室等等 那在台湾的话就看到比如说这个民党政府谋独 台湾在制造这个针对中国人的生化武器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夸张的论述 来藉由这个指控被侵略的国家是邪恶的来 正当化他的侵略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挑衅咯 就说不管是北约挑衅 乌克兰挑衅还是台湾挑衅 总之呢用挑衅来宣称这个侵略的正当化 那第五类呢 就是这个分化民主国家之间的支持 譬如说让认为说台湾不应该支持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是对台湾这个中国军事威胁的一个帮凶 或是认为呢台湾不应该支持乌克兰 那也不应该支持这个香港 因为呢所谓的乌克兰那 所以参与了香港的所谓的暴乱 这样子的论述也都是 一种资讯操弄的内容 那跟就像其实就像上一个演讲 那个微软的同事们分享的一样 这边是IORG的观察 不能表示他是完整 只有这六类 这个就是非常仰赖 不管是IORG或其他的民间伙伴的协同的观察 然后来这个完整这个全貌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行为 我想我们应该讲的蛮快 等一下应该可以留时间给各位 行为的部分 除了内容以外呢 有特定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资讯环境 那可能会这个影响我们的认知 譬如说第一个我们想要分享的是权威协力 这件事情 什么叫权威协力呢 对不起威权协力 威权协力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的官方媒体 中共的官方媒体 中共官媒 跟俄国的官方媒体的互相的协力 那在一样是在报道者这本这个乌克兰不可能战争 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 中俄双方呢 在很早以前 在多年前就已经这个签订了官方媒体 互相的这个合作的协议 他们不管是这个交换稿件啊 这个等等的 或是甚至是共创新的媒体 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叫做中俄头条 这样子的一个媒体 都是威权协力这个很好的案例 那根据我们呢 因为LIG做的是资料科学的观察 那根据我们的数据看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第一个图 在这个头影片右上角这个图呢 是在跟大家分享 中国媒体呢 在从今年1月1号到 今年的7月31号这期间 提到俄国媒体他的报导 他的社交媒体贴文 提到俄国媒体的次数的分布图 那红色线是中国媒体提到俄国媒体 那因为想要比较就来比较一下 那中国媒体是不是也会提到台湾媒体 的确也是没错 但是从数量来看呢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就是中国媒体提到俄国的媒体呢 第一个他不是在开战之后才发生的 他在开战之前就有 而且是稳定的有 那在开战的这个2月24号 到当下呢这一周这两周这个大幅的增加 中国 中国媒体提到俄国媒体这个次数大幅的增加 那这后面呢 大致上看起来这个趋势也比在开战之前要来的多 好 那这个是总量的观察 这个中国媒体提及俄国媒体 大致上都比提及台湾媒体还要多 但是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 分开平台来观察 会就看到有趣的现象 在微博这个平台 中国的社交媒体这个平台上面 可以看到中国 中共媒体提及俄国媒体的这个次数 是远远大于超过提到台湾媒体的次数 然后在脸书上面呢 俄国这个提到俄国的次数呢 是稍微大于台湾的这个提到台湾媒体次数 那至于在推特以及在网站 在他们个别的网站上面呢 提到俄媒和提到台媒的次数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去的观察 也可以 那有可以有各种解读 那其中一种解读可能是说中国媒体 这个 深知平台的特性 这个是第一种我们认为 有问题的行为是威权 政府之间的协力 第二种是叫做传声筒 那传声筒呢 在这之前可能 在台湾常常讲的可能是协力者啊 或是代理人等等这样子的词 那在IORG这边呢 因为我们做的是资料研究 做的是资料科学研究 我们并没有比如说调查金流啊 等等的这些调查的这个权限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比对 比对两篇文章它的相似度 来跟大家说这两篇文章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合作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两篇文章的内容高度相似 高度总结甚至完全一样 那由此来推论说他这个这篇文章是在 等于说帮威权政府讲话 好这边先举三个就是比较夸张的例子 比较呃 呃常见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呢 在呃这个战争初期呢 指控这个乌克兰是新纳粹的这些论述 那这些论述呢 虽然不能完全确定是谁发起 那也不能完全确定台湾这边在传的这些 呃不管是媒体啊 或是个人有没有跟 有管是中国或俄国那边有什么任何的关系 但是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应该可以知道说 而藉由他们传播的内容是类似的来 来建立这个所谓传声筒的行为 那在至少根据IORG的资料 在这个论述上面 我们有看到联合报 王炳中黄志贤等等这样有 有类似有传播这样子的这个指控 呃乌克兰是新纳粹这样的论述 那在讲这个盟友背弃乌克兰 还有盟友背弃台湾这样的论述呢 在台湾看到的是像是韩家军铁粉联盟 这样子的分钻 那在讲这个乌克兰是美国棋子 或是台湾是美国棋子这样论述呢 呃在台湾看到的是像唐湘龙啊 触及者这些这个 在台湾的这些 不管是个人或是网站或是媒体 那这样的行为呢就是特定论述的传声筒 那另外一种传声筒呢就是 就是提到中国的媒体 当然这个首先要先跟大家说明是提到中国媒体 并不要是认同中国媒体的报导内容 只是他可能提到了部分 或是他可能引用了长短不一的这个中共媒体的这个报导内容 那根据我们的数据呢看起来呃说台湾媒体提到中国媒体整体状况来说 呃跟提到俄国媒体的这个整体状况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第二张图下面这张图 就这个蓝线蓝线是台湾媒体提到俄国媒体这个红线是台湾媒体提到中国媒体 这两条线这个是差不多 那跟上面这个中国媒体的状况就不太一样 那但是进一步看到一些比较细部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 呃那至少呢在提及中国媒体的次数上面来看呢 呃第一名是联合报 第二名是中时 呃第三名是新头壳 然后中央设置有这样子大概大概大概剩下来 那 呃我们可以也可以我们另外一个可以一些可以比较的这个简单的统计 是说呃这些这些台湾的媒体呢在提到中国媒体的时候 他们是说大陆媒体还是说中国媒体 那这个很有趣的是 呃譬如说在大家可以看到中时这个陆媒比中美457%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中时每提到一次中国媒体 就就提到这个四次的呃大陆媒体 就是他比较偏好使用大陆媒体这个词 那比较不喜欢用中国媒体这个词 那另外一个可以比的就是呃 台湾媒体引用或是提及环球时报 就是这个中国比较激进的一个官媒 跟新华社就是中国一个比较这个中规中局的一个新闻 呃组织之间的比例 那可以看到的是譬如说像 中时呃 引用环球提到环球的这个次数 是提到新华社的2.28倍 那这些呃这些数据都可以看到是就呃 一些呃台湾一些媒体之间不同的差异 好那就是第二个我们认为有问题的行为 第三个我们认为有问题的行为是叫做卫装公民 那这件事情呢在乌克兰和在台湾都看过 那这个在恶物战争这个全局现在还有没有 但至少知道在初期呢 有发生过这个网路上的网民呢 卫装是乌克兰的平民 那要骗取比如说这个庇护所啊 或是军方设施相关的情报 那在台湾也有发生过 比如说这个中共的网军五毛 这个攻击维吾尔的粉砖啊 那制造假的声量啊 那假设说这些账号呢是卫装成台湾人 那这些卫装成台湾人的这个这些言论啊 可能又会被中共官媒来引用 来说这个假造台湾的名义等等 这都是值得注意的状况 那这是第三个有问题的行为 第四个有问题的行为是冒充事实查核 那这个也是在这个 在俄国和在中国都有看到过 那这个第一个案例是 这个先造假影片再查核这个影片 这个是在开战初期 我记得是在3月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独立媒体Publica 发表了一份调查 报告发生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他先造假了一个影片 再查核这个影片是假的 来这个 来攻击乌克兰 那类似的状况 虽然不能完全类比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驻外大使团 在这个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2020年 我们有点忘记了 他们有一阵子呢 喜欢用事实查核这个词来 散播这个有利于中国的一些 关于COVID-19的论述 那这都是我们认为可以归纳成就是 冒充事实查核 这样子一个不OK的行为 好 那讲完了 这个讲完了内容 讲完了行为 那等一下就是讲环境 环境这件事情 我们因为 因为IORG的华语名称是 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 那我们最终关怀的就是 整体台湾整体的资讯环境 那这个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目前的观察还蛮 粗浅的 那如果这个不管是在参加这次 网络讲堂的大家 或是有其他的先进 如果有指教的话 等一下就欢迎提出来 当然在讲资讯环境的时候 资讯环境跟这个现实的环境 有很大的很大的连结 那国家 国家政府来说 他可以限制言论自由的各种手段 来影响资讯环境 进而影响这个 把进而影响人民的公共讨论 那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俄国 我们都会看到说 至少有封锁独立媒体 封锁外媒这两个行为 来影响这个 来等于说塑造各 两国的资讯环境 那再来就是干预社交媒体 这个事情这个中国做的非常的 非常的厉害 不管是三文 比如说这个三文 大家应该都不用讲了 这个在微博上面 如果发了 不符合中国官方立场的文章 可能这个文章 这个寿命非常的短 那甚至是连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章 都会被删 这个可见一斑 那再来就是热搜 就除了这个屏蔽掉 对中国官方不利的言论以外 也会推波对中国官方立场有利的言论 比如说在这个开战初期 就可以看到微博的热搜 常常推送这个俄国总统普丁的言论 以及俄国的官方立场 这样子的一个干预社交媒体来影响 资讯环境的做法 那再来就是买广告 那买广告这个应该事情是有年的事情 就是官媒 购买社交媒体的广告 那不过 那近年来都有慢慢的被禁止 或被限制了 那除了这个国家政府对资讯环境的影响 威权国家政府对资讯环境的影响之外呢 资讯环境本身也有一些机制 可能会影响我们一般社会大众 在这个环境里面 形成自己意见的过程 譬如说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查机制 内容审查机制一定程度可以影响我们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可以看到 不能看到哪些内容 他的问题有很多 不过呢大致上我们认为就是比较严重问题 一个是不透明 一个是这个机制不透明 另外一个是缺乏机制 那机制不透明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脸书 那脸书常常会发生这个 譬如说乌克兰记者曾经抱怨说 他们对乌克兰第一线的这个报道 他常常被 常常被label成违反社群守折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或是说这个在乌克兰当地 当地人这个 爱以交换情报的一些社团被禁止 这样的状况 那个不透明的状况 蛮常出现 我相信台湾的共鸣社会 也常常有这样的这个 经验 那再来就是缺乏审查机 这个在Telegram 在乌克兰不管是这个清乐 或是这个乌克兰本地的人 也都都是常常使用的平台 那Telegram除了私讯之外呢 有类似公开频道的功能 那这边 这个可能是因为Telegram自己的这个 呃理念或是呢 其他的因素呢 他缺乏了相关的内容卫生大机制 可能会导致 呃 资讯操弄这个大量的传播等等的 第二个也是一样是社交媒体这个 比如说 他本身的机制就是推荐演算法 那除了就是这个内容会被下架等等之外 也有内容会被这个 呃降触及所谓的降触及 或是会被这个提升触及嘛 那推荐演算法是可以被滥用的 啊就像是搜寻引擎的也算法 可以透过SEO等等的机制来提高特定网站的这个排名 呃 社交媒体的推荐演算法也是可以被特定的行为来 这个一定程度的操弄 那譬如说群序发文这个行为就是其中一种 那根据IORG初步的研究呢 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发同样 呃含有同样关键字的内容呢 可以呃让可以让相似主题的这个贴文呢 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呢提高它的冲击 提高使用者的互动 这个就是一种呃滥用或是这个操弄 平台推荐演算法的一种方法 那当然平台推荐演算法造成同温层造成Echo Chamber 那导致这个公共讨论的不顺畅 甚至是这个社会的对立也都是已经存在很久 那期待被解决的问题 那第三个特性呢是加密通讯 第三个环境里面的特性是加密通讯 那这个就跟公开的平台使用前进不一样啦 就是这边指的就是像是LINE啊 Telegram啊 呃这些呃秘密通讯的这个呃 传讯息的软件 那有这个我记得应该是王洪恩老师的研究 有初步的指出说 在这些呃加密的这些私讯软体上面呢 呃事实查核的效果往往有限 而且还有可能可能还有可能 呃造成反效果 什么意思呢 在公开的这个呃 这个应该是根据王老师的这个研究 呃在公开的平台上面呢 呃事实查核是拿来debank 就是拿来这个查证 呃不实的讯息使用 那在但是呢 在私人的这个群组里面的事实查核是拿来加强 呃这个读者本身本来就有的信念或偏见 那这个是这边讲的负面效果的意思 那这这种有加密通讯的呃 有加密的通讯平台当然是 呃保障的使用者的隐私 这个通讯的秘密 但同样的呃但同时呢也是可以被滥用 那造成的证据操纵大量的传播 而且没有办法被观察被研究 那这些呢都是呃在环境这方面呃 这个社交媒体可以被武器化的一些方法 好那他的影响是什么呢 呃我们初步的觉得说他可以分成说对民众 一般民众的影响以及对这个作战单位的影响 那首先是IORG是一个民间组织 没有任何的军事专业 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评论就对这个军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我们应该都知道说大量的这个 这个资讯商商在资讯环境里面传播呢 应该会影响到一些比如说情报的收集啊 呃决策的判断啊等等 这应该是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初步的认同的 那针对大众这边呢呃 一个是他可以让这个他可以在呃民众之间产生怀疑 那我记得也是这个报导这本书没有提到说这个 其实呃假讯刑不一定要不一定要相信 他只要能够产生怀疑 那他就达成那个效果 那只要产生怀疑这个造成造成这个可能对立的对话呢 他就可以在社会里面造成对立 那吃力的比如说家庭之间的感情啊 朋友之间的感情啊等等的 那甚至我们在呃恶务战争期间也看到了不实 呃购物的讯息造成了生命的损失 譬如说 船甲讯息说哦空气已经解除啊 现在很安全了那民众 收到了可能误信了这个就 离开防空洞那可能就造了猛击等等 都是非常严重的后果 好 那最后呢要想要谈的是解放 嗯跟刚刚微软的同事最后讲到的这个 厉害关系人的共同协作至关重要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做一个连结 嗯在ROG这边我们关心的是 台湾整体的资金环境嘛 那大家都知道资金环境里面的角色 非常非常的多种 嗯 我们认为因为今天是台湾网路讲堂 那这个 以及说解放也许是目标 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网路成为民主的助力 让网路成为让民主更好 让民主更有韧性的助力 而不是主力 那大家可能这个 过去往往应该也蛮多人有 比如说这个网路是这个 呃可以让每个人 让更多人产生连结 让这个讨论更热烈 让民主更健康的一个地方 但是近年来的发展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那作为身为这个台湾网路 政府环境或资讯环境的议员 我们每个人可以做点什么 那我们每个人的 呃 我们每个人可以做点什么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这个企业等等可以做什么 就是值得大家一起来思考 那在IRG今年出的资讯判读这本书 资讯判读立这本书里面有大概的跟大家 把资讯环境里面的角色分开 那首先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在资讯传播的过程中 直接相关的三个角色 生产者媒介还有月听人 生产者就是生产讯息的人 媒介就是负责传递讯息的人 或是组织 而月听人就是收到讯息就是你我 那在生产者这边 媒介这边 月听人这边都各自有各自的责任 应该要经历 让网路呢能够成为民主的助力 那首先在生产者这边必须要被大众负责 这是IRG认为很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新闻媒体或者是专家学者 或者是甚至是这个粉砖等等的小编 那我们在生产讯息的时候 要让讯息是可信的 也就是说不要传播资讯操弄 不要生产出资讯操弄 生产出这个有具有可靠的来源 具有正确的讯息 具有正确的内容 还有具有这个 合理的推论的这样的讯息 那制造可信的讯息 传播在台湾的这个资讯环境里面 才能够让你这个 不管是新闻媒体 或是专家学者或是粉砖呢 获得一个在台湾资讯环境里面的正当性 那再来呢就是 因为这个不管是 中国也好或是其他这个 想要打压台湾的这些国家 各个各式各样的事例 他们在传的一些论述 那相对来说台湾也可以生产 属于台湾的 属于台湾人的论述 就是说把台湾人的声音 呃生产出来 然后传播出去 是生产者可以 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那每一届 每一届呢 可能大家都 关心的都是比较大的科技平台 像Facebook啊 Twitter啊 Instagram啊 YouTube啊 这些平台 那这边我们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没话讲太多 我觉得集体自律 应该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同意 而且应该努力推进的一个 这个关于媒介的责任 那再来月经人 就是你和我台湾的公民 呃我们认为呢 第一件我们每个人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建立防卫的意思 什么是建立防卫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网路上的东西不是现实的全貌 网路上的风向也不一定是现实生活里面的风向 甚至不一定是知识 那建立了这样子的认知 然后知道有人在网路上可能这个处心积虑的想要骗你 不一定是人 甚至是组织 甚至是国家政府 建立这样子的防卫意识 就有点像是 台湾推了几十年的反诈骗一样 那我们知道有人可能会骗你的时候 就不会尽性网路上的讯息 我们就会多一份的查证 多一份的小心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我们要知道如何判定讯息的可信程度 我们要有个方法 OK 那这个方法呢 呃 在IORG我们叫做资讯判读 那资讯判读呢 有一个叫做讯息可信度评量的一个具体方法 在我们的书里面有写大致上分成四个步骤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到IORG的粉专 还有Instagram上面 大致上呢 就是先区分 讯息里面的事实 还有观点 那查核事实的来源以及内容 而且验证这个推论的可信程度 还有可靠性 然后最后终可来判定 一则讯息是不是可信 像这样的过程 IORG叫做资讯操弄 如果更多人 更多台湾人能够建立资讯操弄的方法论 能够常常练习 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成为一个 比如说好的乐听人 那帮助这个淘汰不好的讯息 让更多好的讯息 在台湾的这个资讯环境里面传播 那如果我们每个人心有欲力的话 我们还可以集结 就当这个公民集结在一起的时候 力量会变得更大 那包括是这个传递真实的讯息 记录问题的资讯 那像现在这个俄乌战争期间 有太多有问题的行为 不管是小到这个传假讯息 大到这个战争罪 都是需要被确实的记录 而且那让之后可以拿来救责的 那台湾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 虽然台湾现在不是在战争状态 但大家也都知道 假讯息天天都在传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虽然可能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有些讯息可能需要社会公司 也需要事实查核等等的 那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的是 记录这些有问题的咨询 那LRG就非常的推荐大家 使用Kofax真的假的 这一个邮居NV社群贡献者 制作的这个工具 你只要看到有问题的LINE 讯息就用LINE转传给他 转传给Kofax这个平台 那好处是什么呢 Kofax这个平台呢 他有开放的资料 他可以把这些 他会把这些 这个使用者 转传过去的这些讯息呢 通通公开出来 像IORG这样的研究单位呢 可以用这些资料去研究 让更多人可以了解说 我们台湾最近都在传什么谣言 都在传什么假讯息 那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 我们的资讯环境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做出应对 那再来就是联系 联系刚刚这个 我们希望更多的公民可以 集结在一起支持科学研究 不管是分享这个 有科学根据的这些 关于资讯环境的研究 或者是甚至是实质的支持 这样子研究机构 我觉得都是公民可以做的事情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应该也没办法再讲太多 除了生产者媒介 对听人之外呢 资讯环境里面还有像政府 企业研究机构 还有教育单位这样的角色 那各自 各自都负起各自的责任 而且呢能够用网络的形式来合作 应该可以让 台湾的资讯环境变得更好 也会让这个社交媒体 武器化这样的现象呢 降低它的负面影响 好 那最后一页就是这一次 简报的参考资料 也非常的跟刚刚这个微软的同事一样 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有空的话 去看看这些 不管是写得很辛苦 或是写得非常好的 这些报告案书籍 好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 谢谢 好那谢谢 好那我们最后一位讲者邀请的是 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 杨长隆博士 那为大家介绍 恩物网路冲突下的 国际法发展可能 那么杨博士的专长是 国际法 国际作战 还有国防政策 因为他之前还曾经担任 政府与企业的资安法尊顾问 而且他还曾经在联合国前 南斯拉夫战办法庭 还有英国伦敦 从事法律实务 好那么时间就交给杨博士 非常感谢彙单位邀请我到这边做一个分享 那我先开一下我的功用 好那因为不好意思那个 啊喔像我当声音可以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自己还蛮想要问,就是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讨论,所以我就直接开始,那这一次呢,就是我的题目是俄乌网络冲突下国际法发展的可能,那因为我个人现在工作关系,我是在国防部下面的单位从事法律相关研究, 包括国防政策,网络安全,还有一些国家安全相关的议题,那所以跟前面,我讲东西也会跟前面两位讲者有所配合,但是就是我主要会从国际法跟军事的角度为大家做一个讲解跟分享,那我主要会分成两大块,一个就是还是要讲一下国际法的部分,俄乌战争与国际法, 那另外一个主要是从non-state actors,非国家行为者的部分来讨论一下跟国际法的interaction,还有development的关系,那因为这一次就是刚好有那个微软的同事,所以我就想说还是主要以科技,那种大科技公司的一些作为为主, 那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国际法的部分,那国际法因为其实说真的比较难门槛也蛮高的,就算是即使是国内从事法律实务的人,在对国际法的部分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清楚, 因为当然所有的法律都会跟政治政策有关,可是国际法尤其,所以在开始讲网路作战跟网路冲突有关的部分的话,可能还是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些国际法的基本概念,那在主要在传统国际法,就是跟这些战争或是武装冲突有关的话,主要可以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use at vellum,第二个是use at vellum,use at vellum指的是诉诸战争的权利,那因为找了各种翻译,我觉得我从事国际法相关研究以来,其实还是拉丁文最准啦,那这边讲的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国家可以使用武力,那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现在联合国宪章还有,我们一般讲国际习惯法的原则, 就是要禁止武力使用,所以呢,原则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对另外一个国家有武力使用的行为,但是呢,法律就拿在这里,就是呢,什么叫做武力,然后又什么,就是你使用跟禁止的范围在哪里,所以在对于那个force,武力的部分呢,就会有很多的解释的空间,那这也导致我们在讨论网路 网路作战,或者是在网路上使用一些攻击行为的时候,是否也符合这个概念,就会有很多的争议,那这等一下会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说明,那另外就是说在,这是原则嘛,原则就是在国际上是禁止武力使用, 那有原则就会有例外,那现在法律上唯一承认的例外,其实是国家固有的正当防卫权,那刚刚的禁止武力使用是在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那五十一条的话,就是那个正当防卫权, 那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情况,其实我们会说它是个教科书的战争行为,所以它就是明显的违反武力使用,那唯一要让俄罗斯合法的部分,就是它必须有办法要主张是,乌克兰先攻击它,它是阻挡,才能主张正当防卫权, 但是很显然的,这件事情没有发生,那像以往的话,没有那么教科书式的话呢,可能就是还有像是,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有责任或义务保护他自己的同胞,那或者是说还有像是,如果大家以前有可能有听过像人道干预啊,这些等等,但其实这些呢,都不会是法律上,国际法上合法的行为, 那所以,那要到,那在网络作战或网络冲突这个部分呢,到底是否适用传统国际法呢,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争议,可是原则上至少在西方国家,如果大家看是,呃,大概有可能俄罗斯或中国可能会稍稍有不同意见,但是其实原则上大部分是同意国际法是可以适用到,呃,网络行为,那所以,呃,那要到,那在网络作战或网络冲突这个部分呢,到底是否适用传统国际法呢,呃,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争议,可是原则上至少在西方国家,如果大家看是,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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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作战或网络空间呢,而网络作战或网络行为,但是要怎么试用就会是个问题,那呃,呃,呃,可以试用,但是因为在法律上呢,有很多要件,那在武力使用的部分呢,就是要看它的效果,就是我这边的讲的,呃,规模与效果的标准,Skill and Effects,那这个,这个标准或者是这个,呃, 呃,法律要件呢,是在,呃,国际法院,呃,很经典的尼加拉瓜案的,里面法院所定出来的,那就是要,呃,呃,必须是,呃,要有一定程度的,呃,损害或者是,呃,规模,呃,规模与效果,那是用在网络冲突的话呢,就是说,呃,他这个网络攻击一定要造成, 实质上的损害,才会有办法符合这个条件,那因为现在俄乌,呃,这次就是俄乌战争的话呢,其实因为,呃,不只是网络冲突的部分,它已经有很多相关的,呃,应该说有,就是很多都是传统军事上的作为,所以这一次我们比较不会一直去讨论这个Skill and Effects,可是在过往有许多网络,呃,各,像刚刚那个, 呃,呃,微软的洋写里也有说到很多,呃,网络攻击的那个行为,但那些行为是否符合这个Skill and Effects,就不一定,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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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先不看这一次俄乌战争的话,绝大部分,呃,目前发生的网络攻击,呃,或是网络作战的,呃,事件呢,其实都是没有到达, 我们传统国际法上说的有规模与效果,无力使用的部分,那这部分可能就是要去讨论说可能至少有,呃,呃,呃,违反国际法是违反什么法呢?那大概都是违反,呃,主权的部分而已,比如说今天可能,呃,A国打B国的关键基础设施,那他打到底是整个摧毁呢?还是说他只是让他,呃,呃,如果整个摧毁的话,当然就无力使用, 可能不会有问题啦,可是如果说他只是让他可能断电了一个小时,或者是,呃,有一些小问题的话,那可能不会 补合武力使用的条件,但是他可能会违反一国主权,因为他是,呃,呃,呃,在法律,国际法上呢,呃,呃,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是平等的,那你不能随意在另外一个国家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呃,呃,这边主权规则论跟原则论有点复杂,就是让大家知道,因为网络空间,呃,和网络的特性呢,有一些国家就主张说,呃,呃,不好意思,呃,就主张说,呃,呃,呃,就只是使用网络,呃,呃,呃,攻击做一个手段的话,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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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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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主权原则论的话呢 刚那种情形还不一定会违反国际法 那这还是因为网络的特性 它不是像传统上是一定有 你可以看到tangible 实质上的障害 那这边讲的是为达武力使用 武装冲突的部分 那在那个 除了传统国际法 刚说武力使用部分呢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是在战争使用的法 那这边我们通常会称之为 武装冲突法 那像自己就是它要适用的要件 就是要到达一定的武装冲突 像是这次的 俄乌战争 那有很多里面适用的规则 也有常常看到 大家使用的是国际人道法 但是用这个国际人道法 人道化呢 可能会常让人有误解 认为说 它只是为了人道主义 还是一些救人之类的 可是其实人道法 武装冲武法非常的复杂 那它有包括比如说 什么样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器 那什么样的时候 你必须 你才可以攻击 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区分原则 就是你要有办法去分辨说 你今天攻击的对象是平民 还是他是战斗人员 那所以基本上一定要是军事目标 才可以被攻击 那所以在网络 一个合法的网络作战的话 必须要去区分 它今天攻打的那个 呃 the target 到底是不是民用还是军用 可是这在 呃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在关键基础设施的部分呢 就可能都是两用的 所以就呃 这部分在 如果真的发生攻击的话 也会有争议 好 那刚刚是主要是给大家 国际法的一个概念跟怎么样 可能会适用到网络作战的部分 那本次俄乌战争的话 呃 其实 呃 有一点不 呃 不能说完全不符合大家预期 可是其实在开打前 大家对 呃 这一次的战争的想象 是网络作战会占 很大一个角色 但是其实真的开打以来 发现 诶 好像还好 主要还是比较像是 呃 采取传统的军事作战的形态 比如说有 呃 武器啊 还是各方面的 呃 呃 比如说他们使用 呃 比如说坦克啊 无人机啊 还是那种 就是我们传统的比较 呃 hardware的部分 那在网络作战的部分 呃 好像比较少听到 至少也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损害 那其实他们是有做 呃 非常多的 像这边是呃 欧洲 那边整理的 呃 是可能有有点小 但是网络上是找得到 那其实在 2014年 因为克里米亚的关系 俄罗斯跟乌克兰就一直有 呃 相互有网络 呃 但是如果大家有看的话 特别是像呃 前面呃 微软的那个养蝎仪 他前面他们公司也做了真的非常多很棒很完整的报告 其实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网络攻击都是比较呃 呃 零散的 他有一些 呃 攻击 可是呢 没有任何一个攻击 是可以达到呃 有决定性关键的 因为其实在军事上来说的话 如果要讲呃 要做一个呃 作战任务还是个攻击行动的话 应该是要想要有办法取得绝对的呃 呃 优势 可是在这一次网络作战呃 呃就是在俄罗斯进行的相关的网络作战以来 其实都呃 还好 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有呃 有窃取呃 呃 资料啊 然后的确有攻击这些网站 但是这些其实在整个呃 呃 战争的层面其实是 还好的 那不是说它不重要 不是说没有发生 只是说对于整个呃 呃军事战略还有就是军事行动来说 它其实重要性没有一开始大家想的那么 那么好 那呃呃 然后这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之前呃 呃 在俄乌战争发生以前 其实大家对网络战的那个讨论都非常的多 而且其实会觉得说它会是一个可能会是比较决定性的 但是这一次二无反而让大家发现啊 其实网络作战什么时候最好用呢 就是呃 跟其他的战争手法搭配的时候 或是混合战 比如说跟那个电子呃 电子战 Electronic Warfare 还有像刚刚呃前一位讲者分享的像是一些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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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较硬核一点的可能就是说呃 呃 呃 反卫星的攻击 还有一些像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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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一个就是虽然我是呃 呃 今天是受邀到今天讲的是网络作战 网络攻击为主的一个舞台 但是呢 其实这一次让呃 呃 很多至少是军事专家 呃 呃 法律相关的会发现其实网络攻击或网络作战 也许真的没有大家一开始想的这么的呃 呃 重要 但是这我我必须说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他不是说完全不重要 而是说他刚刚我讲的他没有那个压倒性的优势 那就呃 呃 在讨论呃 呃像这种作战各个level 好大家都可以分成三个 第一个是呃 strategic level 战略层次 那第二个是呃 operation level 作战的层面 那第三个是tactical level 呃 战术的层次 那就网络作战或网络攻击来说的话呢 tactical level 在战术层面的话呢 呃他是很有用的 因为 但他可能就是会呃 很零散 他就是呃 呃 有做 呃 回到刚刚那也好 就是有做各式样的攻击 那这可能会呃 让对方政府有点应接不暇 但是 然后在operation level呢 可能他还是有一些用处 比如说 刚刚说跟其他的像是那个呃 电子战啊 还有假讯息那些作战搭配的话呢 也不错 那他的目 他的那 在军事上要做这些事情 要问的就是 你想要达到的是什么样的目的 你想要达到是什么样的目标 那在operation level 作战层次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说呃 要让对方的资讯呃 取得可能有错误啊 然后可能像是他的呃 一些看不到的东西 或是像特别是通讯的部分 还有情报都有混乱 然后错误 那你这样你的 你这场仗就没有办法 达得很好 因为你的资讯很多都不对 那就算你要使用武器 你也必须要有办法去判断说 你到底要怎么使用会比较好 所以就网路作战来说的话 他在混合呃 他在自己呃 呃 本身的话呢 就是战术的层次 那在operation level 作战的时候呢 呃 层次的话呢 是跟其他的呃 呃 呃 作战一起搭配效果很好 但是就是 还是要回到讲的 军事作战呃 最重要是 我们要取得一个决定性在 战略层面 Strategic Advantage 战略上的优势的话 其实我们这次可以发现 网路作战它 没有那么的有用 那所谓的呃 在战略上的优势的话 就是说我今天我做了这件事情 那对方可能他就要改变他的策略 或者是说他可能要呃 做一些让步 但是这一次至少呃 呃 两方的话 或者是说俄罗斯这边 他们的呃 这一次网路作战没有那么好的话 就是出在他们的 那个 planning跟 coordination 他们在计划的部分 跟他们整合的部分 其实做的没有非常的好 那做的没有很好的原因 当然呃 刚刚说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其实 14年就开始呃 对乌克兰采取这些行动 那乌克兰因为有美国的支持 那美国在做这些战术呃 战略上的规划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会看到说最后呃 好像有很多网路作战 网路攻击发生 可是都是比较另闪的 对整个战争其实是没有呃 什么太决定性的因素 如果在有大家有在看相关的新闻的话 其实还是一些可能 传统武器啊这些呃 就是为主 但呃 所以呢 呃 网路作战或网攻击还是呢 有用 但是它必须要跟传统的 作战方式或武器搭配 才能真的发挥到它的效果 好 那呃 呃 呃 进入到下一个 我想要再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说像我们在讲国际法 或者是特别自治武装冲突法的时候 通常我们是不会把 Info operation放进去的 也就是说像那些假讯息 或者是呃 之前可能讲的讯息方面的作战 那它本身可能会适用国内法 或者是其他法律 但是武装冲突法本身它是呃 呃 不规犯的 那如果是像是呃 像是那一些呃 呃 espionage啊 间谍啊 还有那些收集请资的这些行为 原则上呢 他们国际法上也是允许的 国内法可能不一定啊 但是国际法上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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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造成损害或伤亡 所以像之前有提到 有很多骸客有做一些行为 可是其实这些骸客做的那些行为 对整个战争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小 其实这些攻击 至少在国际法上 或者是武装冲突法上 它不是真的法律上讲的攻击 比较就是大家媒体 或者是资安方面讨论 会用这个攻击的部分 所以在讲比如说骸客做的这些 像是发那些email 还是钓鱼信件那些什么 其实在这一次的整个战争来说 是非常讲办法就是微不足道 没有太大用处 但是这可以让大家觉得 也许会让大家觉得 我们身为一个普通的人民 也有在对战争有做一些贡献 但是就是以法律上的评价来说的话 它是不会没有太大影响 然后对整个军事作战方面 也没有太大的作为 所以这一次可以说 俄罗斯在网络 作战这部分最大的败点 就是他们在整合跟规划部分做的不是那么的好 就是比较零散散落 好那在我下一个部分主要是讲的 non-state actors科技公司 在整个战争中所做的 他们的角色 那有很多人对法律 特别是国际法诟病的就是说 觉得它更新的太慢 现在有科技日新月异 然后有很多新的东西 可是呢 法律好像没有把这些东西都纳进来 比如说 像我自己有从事一些 法治工作的业务 那常常就是会碰到一些长官 就会说 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在 可能没有在哪一个规范里 或是我们要把它纳入 但是那是因为如果要变成一个法 特别是像国际法这种 会规范到整个很多国家的层次的话呢 要考虑的东西就非常的多 那所以国家在这个部分 通常都很保守 所以才会有 常常要签一个条约 可能签不成 或是要签一个条约 在讨论的部分 可能就花了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可是非国家行为人呢 就不一样了 他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像是刚刚有提到的骇客 那之前最常听到的 non-state actors 大概就是恐怖分子 像911他 塔利班或现在那奥开达 改变了国际很多的事情 那近十 应该是近十年 或是二十年 科技公司的角色 也影响蛮大的 那这一次恶物战争 像刚刚的那个微软 还有其他很多大公司 包括什么Meta Twitter Facebook Meta 就是很多 他们其实都有说 他们有提供一些方式 比如说 让网路都是 accessible 就是流通的 然后像 刚刚说可能是 比如说资料不落地 还是想办法把重要的资讯 透过云端的方式 转出国家 还有 在媒体上 可能就做一些 社交媒体上 有做各种帮忙的方式 那其实都可以看出 非国家行为人 在传统的武装冲突中 做了很多国家 做不到的事情 那法律上可能 因为他们是 国际法基本上 只规范国家 或者是国际组织 那像是一般私人 或者是公司的话呢 都是由国内法 或者是 可能有 跨国相关的法律 可以进行规范 那他们目前做的事情呢 其实在国际法上 是没有特别规范的 所以你很难说 它是 应该是说 很难说它有违法 但是违法不一定表示 它真的很适合 那当然就是因为 法律很复杂 然后前面说 国际法真的很复杂 科技公司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呢 就是跟刚刚那个 planning跟 coordination一样 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是 ad hoc 就是都是 特定某一个情况 他这样做 那你在A情况 这样做适合 在B情况 不一定这么的适合 而且呢 毕竟 公司嘛 最大的目的 还是为了盈利 还是为了盈利 跟国家要考虑的 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 呃 这些公司这样做也没有错 可是趋势他们的目标 最大的还是因为 他们是要 make a profit 所以他在介入的时间点 可能就是 呃 没有一个标准可循 那法律要讲 其实还是一个安定性 跟稳定性 然后还有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要考虑到 你可能 呃 其他的影响 比如说他今天做这件事情 他可能是 呃 他的意图都是好的 可是他可能 没有考虑到 他做完这件事情 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像脸书的话呢 之前他就是因为 呃 演算法的话 他就是有那个造成在 缅甸 对罗兴亚人的 呃 煽动种族灭绝 inside non genocide的行为 那所以在这种 高压的状况 又是这种很紧急战争情况下 呃 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 还有要怎么做 那目前看来是 呃 很多科技公司 真的都做了蛮多还不错的事情的 只是这些事情 有办法把它变成 呃 常态化嘛 或者是说 他是呃 在真的实际上 呃 再做下去 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 后果 那这边就是举一些 呃 例子 像是Google Map Google的话呢 一开始他就有 呃 大家应该都有用过Google Map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用的 那他就可以看到说 俄罗斯的呃 比如说俄罗斯的军队 他们是怎么样 往乌克兰移动 可以去判断 他们的那个路线 那可是同样的 俄罗斯可能也可以看得到 乌克兰他们怎么移动 也许这样反而更曝露了呃 呃 乌克兰的不足 如果Google目的是要为了协助乌克兰的话嘛 那所以这个呃 到底要开放了还是不要开放 呃 不好说 那还有像是呃 social media platform 在社交平台上呢 就是呃 其实有鼓励说要叫 请大家帮忙收集证据 因为现在很发达嘛 不像以前 呃 像我以前在联合国的时候 我们那个资料可能 没有就是呃 如果那时候有社交媒体的话 社区媒体的话 可能可以收集到更多的资料 那这些都可能会成为 以后如果真的要进到 国际输送程序的话 那一些我们讲的呈堂证供 那所以可能可以在网路上 呃 就是po出来 可是po出来的话 第一个他可能 有个问题 他可能是假的 第二个可能 问题是说 他可能会煽动更大的仇恨 那第三个是可能会违反 呃 比如说像脸书 还有其他一些平台 他们自己原来的 呃 平台的政策 呃 像呃 刚刚那位讲的 我记得也有提到 就是像有 呃 呃 这些 公司 呃 社交网站呢 他们其实都有说 比如说你不能发仇恨言论啊 还是一些呃 呃 太触目惊心 太血腥的画面啊 什么的 可是因为这一次恶物战争 他们其实 很多都呃 呃 暂时修改了自己的原则 那这样子在法律上 到底是否是一件好事 或者是说呃 即使我不讲法律 再讲政策上 这样是否真的是一件好事 其实真的不好说 因为你就是刚刚说 你要怎么去判断那个标准 会流于质疑 那其实这样就会有很大的危险 其实你 然后呃 像这些平台 有些也也就是有开放说 呃 比如说你可以 呃 你可以咒骂 呃 俄罗斯 你可以咒骂普丁 呃 但是这个不就也违反了 刚刚说的 可能这些 爱 speech啊 仇恨言论的问题 那像推特的话呢 他是少数就是他有用前面提到的呃 国际人道法作为他判断的标准 比如说在呃 可不可以 比如说呃 日内瓦公约呢,有要保护POW,Prison of War 就是战俘 可是因为像之前有媒体报道,就是说他们有看到什么乌克兰抓到俄罗斯的人 然后就是有些不是很好的画面就对了 那像这些,可能你当下看你会觉得很爽 可是其实这已经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问题 所以像Twitter的话,他们有试图用这个作为他们的标准 那还有像微软,因为刚刚那个协力讲的 就是他们家跟我讲得非常清楚,我就不提了 那还有那个像ClearView的话,它有用人脸辨识技术 就是说去帮忙寻找可能是找不到的尸体 还是找不到的士兵这种各种方式 就是透过一些科技来解决问题 或者是提供一些协助 但是就是我刚刚签名一直强调的 这些他可能做的时候,他都是意图都是好的 他还是为了要帮忙 可是呢,到底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形成一个法规法 或者是一个不会有太糟糕 或是不小心造成负面效果的一些政策跟方式 其实不好说,就是还需要再讨论 但是至少这一次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 科技公司有很多方式是 就是应该说非国家行为者在战争中也有很多可以帮忙的方式 然后最后也是这个小例子啊 就是在讨论到资料保护的时候呢 因为资料保护跟 就是在美国还有像欧盟 各国其实差非常的大 特别就是欧盟像GDPR 它是非常的保护个人的资料 还有像资料传输的限制 那美国的话,他们就是比较松散嘛 主要是希望就是那个公司可以用自我管理的方式去做自我管理 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就是因为其实虽然是要保护个人资料 可是有时候像刚刚提到也许在为了资讯安全 还有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时候呢 这些资料他可能会没有办法做那么好的防护或考虑 比如说他必须要把它传送到他国 或者是说可能为了因为国家安全还有战争民 他可能需要使用到这些个人的资料的问题 那所以在这部分是很难 也是达到一个平衡的 那我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所以好,就讲到这里 那主要就是小杰还是就是刚刚说的 在非国家行为人啊 跟政府之间他们的做事情 可能都会对法律的发展有一些影响 但是因为他们在目标是不同的 那在战略性还有优先性的取色 这都是之后应该都是很多可以让我们讨论与思考的议题 在这边谢谢 好,非常谢谢杨博士 为我们剖析这个国际法对于战争的规范 还有在战争中非国家行为者如何在国际人道 还有社群守则之间来达到平衡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 那不知道会场还有线上的朋友 有没有问题想要和三位讲者来交流或情谊的 那么会场的朋友可以到麦克风那边提问 那么线上的朋友您可以在聊天区打字 或者是透过举手的功能来提问 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 可以向我们三位专家来相互交流讨论 或是说我们三位专家有没有最后想要补充什么结论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有收到一个问题 有人在留言区提问说 有人认为未来网络症会因此更为复杂与居破坏性 那么网络与社群媒体也会被武器野化 那请问专家们的看法 我们是要自己来吗 好 好像跟整体演讲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致号了 好 我觉得因为今天主办单位请我讲的就是社交媒体怎么被武器化 那就是有这个不管是有心的这个操弄或是平台的机制或是可能群众的特性 我觉得都会被都会影响到这个资讯环境上面公共讨论还有民主进程的一些发展 还有可能会导致民主倒退啊等等等等这些状况 我觉得这个是在就是资讯环境公共讨论这个这边可以这样看 那更为复杂更具破坏性 我觉得现在的资讯环境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我不确定它可以还可以怎么变得更复杂 那会不会更具破坏性 比如说资讯环境会不会对民主更有破坏性 我觉得现在的等于说现在这个张力是还蛮紧绷的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资讯环境的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是民主的这个体制的议员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是资讯环境的参与者 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点能力可以让不管是民主机制或者是资讯环境变得更好 就这个是可以考量一点 我觉得并不用太过担心就是因为这都是很大的体制 他不会一气我自己觉得他就算改变也不会那么快 那现在有更多的人不管是像是微软或是国防院这样的机构 或者像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 还有市市场这些东西这个大家越来越多来投入去关心这个议题 我相信这个议题会越看越被越来越被看得更清楚 然后大家会越来越知道要怎么做 可能跟以前的这个放任等等的不太一样 我们会需要更聪明的一些做法 更有策略或说战略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这个假设破坏民族的这个有心人士或惠全体制他们有战略 那支持民族发展的人也必须要有战略 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我可以统一的 那我觉得这个资讯 资讯环境跟传统的网络攻击要分开来看 但是这中间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连接 这是我因为我对传统的这个Cyber attack Cyber security并不完全的理解 虽然我有一些电脑科学的背景 那我觉得这两个是必须要分开看 就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必须要对话的两个东西 好 谢谢直考 那还有一位朋友问到 是问杨协理 他说文软在卧战争中最常见到哪些恶语软体的攻击 对 就是其实在我们这次报告中 我们看到了最多的是一种就是要wipe 就是wiper 他们的英文叫wiper 所以就是说要把你的整个data都wipe掉的这个功能 那所以通常他们就是在一开始就是把这个病毒放进去 然后他们看完他们所需要的资料以后 他们为了把这个组织的这个功能给停止掉 他们就要启动这个把它wipe掉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大概有60%的malware 就是这种恶意的病毒 都是wiper的这个特性 那再来就又会有这个包括偷窃的 然后也有这种等于是ransom的就是要锁住你的这个 资料的功能的这样子的恶意病毒 也都有看到 对 所以那他们在就是我同事他们也有介绍嘛 其实那他们到底怎么把这些病毒放进去的 那他们就今天有提到这个spear fishing嘛 就是说这个其实还是目前最看来是最有效的一种 就是把病毒植入的方式 就是他是特别的来找某一个特定的这个target 然后来对他做这个钓鱼的这个诱惑 然后让对方以为真的是他的朋友或是家人 或是他的上司或是他的上下游的厂商来找他 然后请他点开一个文件 然后导致于这个恶意病毒就进去了 所以看来还是非常传统的一种攻击的方式 然后也算是目前看来还是非常有效的方式 这样子 好 谢谢杨协理 最后一个问题 网路上有人提问到 集权可以随意侵略民主环境 但是民主却因为原则的关系 没有办法禁止侵略或者是反击 反击 刚刚杨博士有提到 国际法院是有允许做一个 刚刚博士是提到说 原则禁止但是有正当防卫权 好 那这位朋友问到 明显属于不公平的状态 请问民主是否应该要进化 以及如何进化 这一题其实我有点没有看得很懂 但是如果这边的集权指的是俄罗斯的话 那当然刚刚其实是要说 国际法上是禁止侵略的行为的 那当然会有些人主张说 那既然禁止的话 为什么俄罗斯还是这样打过来的 那所以在俄罗斯自己的话 他们其实从头到来 他们也都没有正式主张 他们是侵略 那他们甚至没有宣战 他们说这一次是个 special operation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那目的 他们也是有一个套路的 比如说他们像之前 乔治亚的时候也是 他就是先叫那两个地方 先宣称独立 然后第一次也是在 敦巴斯的区域 然后他就可以以一个 解放者之姿的角度 来去拯救他的人民 所以在他的立场来说的话 他并不是一个侵略者 那这跟民主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 那至于公不公平的话 我只能说 这世界上公平的事情 其实真的不是很多啦 那我们可以做的 特别是身为一个法律人可以做的话 我觉得那就是尽量在这不公平的状态下 想办法rebalance 维持这社会的公平 但是这没有办法 这也不是小小的我可以做到的 那至于民主要不要进化 当然我觉得像特别是社交社群媒体 还有特别是假讯息啊这些 其实这些东西一直都有 像propaganda 其实是上百年来都 升上千年可能都有的东西 那只是说 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 可能让他激化 把他的触角伸得更远 那我们当然在 至少在这些方式进化 我们也要想办法一起进化提升 好 谢谢杨博士 那么因为时间已经到了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堂就进行到这里 那我们非常谢谢三位专家 带来这么精彩的专题演讲 还有QA 好 那谢谢三位 谢谢三位 那线上的朋友会后 也请您填写这个满意读问卷 可以获得免费的咖啡兑换卷 那么我们问卷的连结 我们稍后会播在我们的聊天室这边 好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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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